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人眼花缭乱 声音太多让人耳朵分辨不出 味道太多让人感觉失调 纵情的打猎 让人身心张扬发狂 稀奇的宝贝常常为了得道而不择手段 所以圣人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生活 对外物有选择性的取舍 简单的人想的事儿少 对待每一件事儿 一个人更专心 不会搞弯弯绕绕 简单的人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 只会遵从自己的内心 想的太多 算计太多 反而会为生活所累 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里 做一个简单的人才是真正的高境界 简单的人懂得以简欲凡 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安宁 做最简单的人 吃最简单的饭 过最简单的日子 真正的好生活 都是简单的 平平淡淡才是真 生活的本意 就在施酒田园间 生活的智慧 最重要的就是守住本心 回归本心 老子说 上善若水 随和的人就像水一样 虽然柔软 但是却可以包容万物 《道德经》中说 福为不争 故无由 随和的人就像水 看上去柔软 却隐藏着无穷的力量 做人随和 说话做事 给人留有余地 做人做事随和 不钻牛角尖 别人才会对你有好印象 有好印象 自然有好人缘 人缘一好 路就宽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枪打出头鸟 锋芒太路 容易招致祸患 持而盈之 不如其己 揣而锐之 不可藏宝 强势的人锋芒太盛 在言行上往往很不注意 很容易伤害他人 而这种伤害也是一种树敌 杨夕因一句话被杀 就是因为其锋芒太过 内敛会让你成为一个从容大起的人 做一个随和的人 守住口 保持低调随和之心 当然随和不是无原则的妥协 老子曰 万物复阴而抱扬 充气以为和 和谐不是静态的和谐 和谐是竞争之中的平衡状态 原则性的问题就要据理力争 不当墙投草 不能祸悉泥 这才是真正的随和 司马迁说老子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 祸盐二百余岁 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作为周王室的史官 老子通晓懂得养生之道 有独特的养生智慧 现在人们越来越知道养生了 蛋黄不吃 动物内脏不吃 每到吃饭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道德经里讲 智虚极 守净毒 万物并作 无以官复 服务云云 各归其根 归根曰静 静曰复命 在老子的世界观里 养生的关键是养精神 保持内心的淡然和平和 才是最重要的养生法门 现代人为了养生 给自己设置各种类区 这样的心态本身就输了 老子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真正的养生 人顺应天道自然 处于常态就可以了 不必刻意进步 适度养生 顺其自然 才是最健康的活法 想要成就大事 就一定要能聚人 能聚人就得能管理人 一个好的领导 好的企业家 甚至一个好的家长 都要懂得管理指导 怎样的管理才是好的管理呢 老子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也生万物 从少到多 从简单到复杂 这种生万物是一种本性 自然而然的发展生长 是万物的本性 无论是国家治理 家庭管理 教育孩子 都要把这种发展的本性 释放出来 所以国家企业的管理治理中 不能压抑这种本性 就是最大的成功 孩子教育也是如此 多威说过 教育及成长 好的教育不能一味收紧 要懂得放松 让孩子找到自己 适宜的领域 不要设置太多的条条框框 限制他的发展 让他顺着自己的天性 自由生长 这才是良好的教育 以上 与朋友们 共勉 生活也许没有像我们 想象的那么好 但也绝不像我们 想象的那么糟 一切顺其自然 老天自有安排 记得点赞关注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